不但陆取通知书是你的吧 现在我们是在 复旦大学ENDA项目 陆取通知书的包装现场 那我们MPCC项目 昨天陆取通知书 已全季出 在ENDA项目新生的 陆取通知书将在明天记住哦 各位收到的新公里 会有些什么东西呢 打开之后 其实这就是最核心的内容 复旦大学经典款的 陆取通知书的一个外包装 打开之后呢 各位的指质陆取通知书 好好保管好 开学的时候 一定带过来进行包装哦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准备的 春夏秋冬四季盲盒款行囊 我们打开秋的给大家看一下 在里面呢 有我们年招万克的一个 变招招同款 变招招带着大家穿越 我们校园的四季风物 还有我们的复旦的护照 打开这个护照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诸多校园的景色 可以一一去打卡 消息用了这本护照之后 大家对于复旦的了解 可以更上影响咯 最后我们会认真核对 每位同学的姓名及其地址 确保陆取通知书 能够及时准确地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惊喜哦 乐老师管理经济学的讲义 7月1号开始 大家就进入了Precourse阶段 这两个工资术之后 就可以开始准备进入学习状态了 对于我们全日式的新生呢 如果对Precourse的课程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再先一起学习哦 我们NPICC项目也即将于 7月中旬迎来线上的Precourse课程 通过财务派集基础类课程 帮助大家司法的适应 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沿边向同学 我们7月底就正式开学咯 期待大家欣赏见面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开箱挑战计划 睡觉会取上分享你的开箱时间 有机会上官位哦 同时也能获得我们的精细小礼物 等你来投稿哦